到美日访问之后 你好好想一想 如何争选燃银跟白银之间的合作 这才是正途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 张有华 3月27号 燃银有两个重要人物 分别出访中国大陆跟美国 出访中国大陆的是马英九 出访美国的是郭台铭 那郭台铭他此行美国 他应该是对于未来的国际情势 还有对于未来的产业发展 然后更重要的 他也要到美国去发表演讲 况且他发表演讲大概是五场 比蔡英文还要多 那美国之前我已经讲过了 那现在郭台铭 他除了要到美国 他返回台湾 接着他已经在开始着手 安排访问日本 那郭台铭这些动作 可以是为大选 放了一个起身炮 郭台铭他虽然现在民调不佳 但是在国民党内 或者是在蓝营 他的民调还是高居第二 所以郭台铭想趁这个时候 快速的访问美国跟日本 他累积他的政治实力 为什么他要访问美国跟日本 原因大概不怪乎有三项 第一项 他对美国是非常的熟悉 几度进出白宫 况且可以跟白宫谈 台湾跟美国之间的产业政策 类似的产业政策 就是未来的医疗 生化科技 医疗 还有AI 人工智能等 这个是台面上现在所有政治人物 不如郭台铭的地方 无论是朱立伦也好 无论是蔡英文也好 无论是赖清德也好 无论是柯文哲也好 也无论是侯友宜也好 就产业政策来讲 他们是不如郭台铭的 那郭台铭至少在产业这一项 是比其他候选人还要来的强 所以他尽量的以发挥长才的效用 来恐怖他的政治身价 第二个就是郭台铭 这是到美国 他除了谈产业政策以外 随着产业政策衍生出来的法律问题 郭台铭也非常的重视 确确的说 郭台铭他的鸿海集团 他的律师团是所有企业里面最庞大 就是说郭台铭对于法律 你尤其是产业政策 跟未来科技的发展 这其中所谓的法律的问题 专利权的问题 他也比其他候选人要来的强 虽然他个人没有从政的经验 但是他治理鸿海 还算绩效不错 在这种情况之下 科技跟法律的关系 现在已经是国际大势所趋 这个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他演讲的内容 他通常跟AI 人工智能 还有通讯 等这一方面 这个是未来每个国家或地区 发展的基础 那郭台铭是非常理解 这个中间的脉络 所以他到哈佛大学 跟法学院跟商学院 进行演讲或者是会谈 就可以看得出来 郭台铭在这一方面的经验 也超过了其他人 那第四个就是相当重要的 郭台铭希望透过访美访日 来累积他的政治资本 希望在国民党征召意义的时候 发挥一定的功效 这个就是郭台铭 为什么要访问美国跟日本的地方 那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说 其实台湾各个领导人 除了李登辉之外 无论是陈水扁 无论是马英九 无论是蔡英文 对于未来台湾的某些产业 他的法律问题 还有他的制造问题 还有他的生产问题 等这一些 其实他们都不了解 所以搞到今天只有一个 护台神山台积电 那现在面对恶劣的国际情势 无论是台积电 无论是红海 他们都成立了一个政策研究室 这个政策研究室 是专门研究各国的法律 地缘政治 还有政治风险 那显然 过去我们认为产业 只要顺从 所谓政府的指示进行 就没有很大的问题 然而现在局势不同 就是说当一个产业 成为一个地缘政治资本的时候 这个问题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复杂 我过去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我就讲到了产业政策跟地缘政治 发展的关系 就是如同台积电 为什么非要到美国设厂 成本过高 还有包含管理不易等 但是美国为什么要逼台积电 去美国设厂 也逼日本跟韩国 那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 郭台铭在印度 在中国大陆 在台湾 在美国 在日本都有设厂 他甚至于想并购 日本的东芝企业 那日本东芝企业是以生产车床为名 这个车床可以降低噪音分贝 成为潜艇的推进器 那当时候郭台铭已经跟日本谈的差不多 但是美国从中介入的情况之下 让郭台铭不得不鲨鱼而归 所以郭台铭对于产业 跟未来在军事上 防务上 甚至于用兵指导上 郭台铭是比任何人都要清楚 所以呢 郭台铭除了访美之后 他为什么他急着访日 他要理解到半导体跟地缘政治 甚至于未来的军火输出之间的关系 那是非常重要的 故而郭台铭访美完到访日 那当然他有为他自己的产业政策做考量 但是基本上他还是想累积相当的政治资本 与侯友谊一决吃雄 希望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能够脱颖而出 成为一个蓝营的代表 但是我们现在又回过头来看 柯文哲的太太陈医师 他突然讲郭台铭找了柯文哲 就是说如何对付 好 绿营就是对付民进党 就是传授他很多基本的要效 从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你郭台铭访问美国跟日本之后 如果国民党不重视这个趋向的话 郭台铭会不会转而跟柯文哲合作 这个就是我常讲的 不要把朋友当做一个对手 如果真的发生这不幸的事件的话 郭台铭所说如何对付绿营的方法 很可能适用在他自己的身上 就是蓝营跟白营之间的决裂 或者是分裂 而导致了民进党未来的胜选 这个是郭台铭应该要谨记的 既然你有心击退绿营的攻势 那你不妨也好好想一想 到美日访问之后 你好好想一想 如何争取蓝营跟白营之间的合作 这才是正途 你不妨也好想一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